印度洋区卫星通信作业代表会议 仍然由台湾电信管理局副局长梁耿平担任会议的主席 交通部次长方贤奇今天在开幕式上宣布 我国将在两年之内完成利用印度区卫星的纪念电台 到时候会使我国和欧洲、非洲以及中东的通信更为便利 参加会议的19个国家地区的38位代表 在三天的会议里将检讨印度洋区卫星一年来的作业情形 必定在后期中